有家有爱 有爱 妈 你们都别发愁了 我真的不想连累家里的人 我自己做的事 我自己承担责任 我去坐牢 什么 你去坐牢 弄脑子与毛病啊 年轻轻的去坐牢 人家知道了 连这辈子就毁了 那该怎么办 没事 没事 放心吧 有你姐夫在呢 他现在可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啊 天塌下来 他也会帮着顶的 你大姐夫不会让你坐牢的 少海鸥 妈说得对 放心吧 大姐夫一定会有办法的 好 谁啊 就不就 不会是公安局吧 怎 这么快 抓人了 莉莉 不 王王 来 让你跟随风 página抖抖 抖抖抖抖抖 抖抖 抖了吗 别慌别慌别慌 怎么办 你现在多有什么用啊 我告诉你 人要抓上门来 你还不如去自首呢 数什么首主意呢 自首这首 又你怎么出首主意的啊 妈 妈 先别慌 别自己吓唬自己 我先看一会儿看怎么回事 妈 没事 事事躲不过的 谁啊 你好 没事吗 你找谁啊 你好 我是丁总的秘书 有事吗 丁总是何先生的朋友 我说丁总所托 将东西交给何兆海先生 什么东西啊 您看我就知道了 不打扰你们了 再见 好 再见啊 谁啊 谁啊 快点磕开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丁总 都按您的吩咐办好了 那就好 我说你刚才好像有把握的样子 我说你刚才好像有把握的样子 你怎么办啊 没有啊 怎么没有啊 这钱摆着那儿呢 可我奇怪了 你 你不是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呢 什么时候给她打电话的 我真没有 我打个电话 我打个电话 咱们先别管其他了 先把眼前的困难解决 而且 把钱还事再说 去吧 快拉起来 窗户被关了 快拉起来 拉起来 钱我当然不可能借给她 不过我找人打听了一下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你肯定记坏了 希望我能帮得上你忙 你真是帮了我们家大忙啊 这样 这个钱算我借你了 明天我去给你打借条 朋友之间有必要那么客气吗 不不不 那个 那个 是你还愿意把我当成朋友 再见 好 再见 妈 周海 电 电话打了 打过了 是任忠明到新 到丁小姐那儿去借钱 人家不放心派个人调查了一下 才知道家里出事了 这 这丁小姐其实人 好像也还是蛮好的 真是多亏了她了 什么时候请人家到家里来吃个饭吧 不过这个钱算是我借的 妈 赶快让文汇把这个钱换到单位账上去吧 好 周海 谢谢你啊 妈 看着歪了 这个线 我说是她都会想不离留 真是任何事 我说我不能有空 你没有了吗 你会大事吗 我说要索亚交据了 我说是我的吧 来了 要喝点咖啡 茶 还是果汁 不用忙了 那个 我说完事就走了 这是接条 我写好了 你看看 我代表我们全家 感谢你 朋友之间 有必要分得这么清楚吗 要 要 要 那个 这 你肯把这个钱借我 我已经很感激你了 真的 你用得着跟我这么客气吗 就算你不想把我当成朋友 你用不着这样 拒人一千里之外吧 没有 没有 但是 这 这钱的事还得算清楚的 你想把钱算清楚是吗 好啊 那算吧 最好 把利息也加上 哦 对 应该 应该 利息 利息 来 这个撕了可以再写吗 你有纸吗 你到底想来干什么 这么久没见面了 好不容易见我一次 你就知道跟我算钱 难道我们之间除了钱之外 就没有别的话题可谈吗 我就那么让你讨厌吗 好 就算普通朋友 也应该有着起码的尊重吧 不是 你别生气啊 你看你说这话说的 我上一次 不都把态度表明了吗 真的别勉强我 我们 最起码还是朋友啊 如果以后你遇见什么事 我还可以帮你的 仅此而已了 仅此而已 你 我明白了 看来我们之间 真的没什么可聊了 你不是要写戒条吗 写吧 写写清楚 写完以后 交给秘书就行 我要去开会了 那我到外边去 不打扰了 目前我们中天最重要的案子 就是拿下新业领地块 策划铺的预测包包要尽快完成 我自己本人会亲自根据目标 另外我们中天的大股东 翟远山先生 会派专门的负责人 和我们公司合作 他会常驻我们公司 亲自指挥重要项目 各部门还有什么意见吗 妈 妈 没事了 我自己进去就行了 不行 怎么可以啊 你 你这件事情 把妈的半条命 已经去掉了 你要是这包钱再出了事 妈的一条命就去掉了 你跟公司说过没有 我跟公司说过了 说钱会晚天进银行 不知道会不会开除啊 现在哪儿管得了那么多 不坐牢啊就老听保佑了 我先进去了 我这个女儿真是命苦 怎么看着这么一个讨债归男人 王贵 等会儿 妈跟你一起 快快快 来 这是这几年 房产投资回报利率表 你看一看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下一步 有几个项目要跟中天合作 我想派你过去 我去不太合适吧 怎么不合适啊 之前你跟信如就不是有 那个成功的合作案例 你们两个知根知底 这样沟通起来不会有问题的 你是故意把我派过去的 反正你是最佳人选了 中天需要你 去不去 去 而且必须去 这做生意呢 就跟做人一样 商场上如果你重朋友的话 将来这个生意才能做大做强做得久 好 那这次这个项目对你来讲 算是一次考验跟历练 可得给我长个恋 给自己震口气 我明白 好 您好 张远山先生来了吗 来了吧 好 好 好 我 Hola 你吃夜中吧 你走给我走 你吃夜中 带我一切都不想一样了 叫我去看你吃夜中 保铁馄饨让他开开胃 这芹菜销里的他最要吃 妈 昨天晚上大半夜 华尔街还在那哭呢 哭得我 挺难受的心里 王辉本来就老实 再碰到这种事 我正怕他想不开 这任忠明真不是个东西 怎么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他这样 要是能知道 打死我都不会介绍给你二姐 真不要脸 这么不要脸的事情 一个一个地接着做 他就认为你二姐好欺负 妈 你小点声 你让我二姐听见一会儿又要伤心了 现在什么事都没出意 不是已经很好了吗 这是不幸充的万幸了 哎 爹亲娘亲不如前亲啊 关键时刻 还是人家有钱人出手相助 什么有钱人啊 有钱人怎么了 有钱人就能把我妈给打倒了 那你觉得我还能站得住啊 你妈这次是拿人家的钱手软呢 以前我看这个定性如啊横竖不顺眼 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他跟你大姐夫来往 现在完了 没话说了吧 闭嘴吧 什么都说不了了 什么什么说不了啊 该说就得说 该管了还得管 这点钱算什么呀 有钱怎么了 这点钱就能把我妈给收买啊 根本不能 苏莉莉 你激动什么呀 有你什么事啊 我清清楚楚地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啊 就算定心如和你大姐夫不会有什么事 那也没你什么事啊 再说了 你老妈做事情也是有原则的 她们两个人 现在嘛 可可把鱼子哭一个 至于以后啊 以后以后再说吧 她们两个人都烦死了 是 我也不想再操心了 随便随便随便 以后以后她们随便 妈 这就对了 你让我们小年轻人婚姻自主 你干嘛还操那么多心啊 操那么多心对身体还不好呢 你就应该高高兴兴地快快乐乐地生活 对不对 你什么意思啊 你想洪水墨浴是不是 你俩成此造反是不是 对 我现在倒很希望她们俩能成 她们俩成的话 你就一边凉快去了 没你什么事了 我就不用操心了 她们俩成什么成啊 就她们俩 配吗 我跟你说咱俩有怠骨 没法没法说 真的我 早点回来啊 陪陪你二姐 领不及 小姐夫 你回来吃饭吗 妈包了你最爱吃的鸡菜小的馄饨呢 不啦 那个我在加班呢 你们吃吧 喂 秦如 今天周末 一起吃个饭吧 今天没空得加班 嘿 干嘛这么拼命呢 丁大小姐想当最佳老板吗 哎 跟谁一起加班呢 没谁 就加班 这儿 这么有吸引力 听上去 逗指昂扬的 不对 不仅仅是 逗指昂扬 还有那种 情斗初开的意思 瞎说什么呢 你 丁总会不会金屋藏胶 藏着那个何兆海啊 是不是被我说中了 什么说中不说中的 人家是代表我摘不过公司 跟我们合作 谈公事呢 瞎猜什么呀你 听你那个语调 整个一心虚 要不要 我录下放给你听啊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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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给你消瓶了 那挂了啊 别 我还没收 说挂就挂 何兆海 怎么和翟远山在一起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好 怎么了 没什么 歇会儿吧 我们叫点东西吃 楼下新开了个日本料理 生意盖挺不错的 我不是都是生老的东西吗 这对胃不好 你不是有胃病吗 点点面试吧 面试不是暖胃吗 暖暖和和的 看不出来啊 原来你还挺关心我的 朋友嘛 这关心一下 这怎么了 应该的 你就承认一下你关心我怎么了 为什么我要说一句 你马上要顶一句 马上做出一副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 你不累 我看着都累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回到从前的样子 我真的很怀念 那个时候你到我家里做饭 我们一起吃饭聊天 当然 这些事情 你可能早就忘了 怎么会呢 那时候你把家里弄得一团糟 还酷皮子 我不是跟你说 先吃饭 把肚子填饱了再说吗 原来你都还记得 我以为 你早就给忘了呢 小姐 快身捏 朕月赛 鸿飞 见你一面太不容易了 要挂五关 斩六将 你看你看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个性风风火火的 见我并不难 现在不是就见到我了 怎么 就让我这样站着 坐 坐 坐 还是记忆中那个样 老辣 上次分别到现在 这么多年了 岁月不饶人哪 没有 没有 一点都没变 风采还是依旧 我记得 记得上一次 在美国见到你的时候 是你跟博涛到机场来送我 是吧 之后 多少年了 算了 不提了 今天来找我 不应该是单纯的叙旧吧 不愧为是智者远善呢 那你也应该猜得到 我今天是为什么而来呀 秦如 当然 怎么样 最近家里挺好的吧 啊 挺好的 最拉手的问题解决了 现在好多了 家里边气氛很祥和 咱们说要谢谢你呢 其实 能拿钱解决的问题 根本就不算是问题 我也就是举手之劳而已 你可不知道 这有时候一分钱能憋死英雄汉 你这次 真的是继续帮了我大脑 我帮你 可不是为了让你感激我 我可不想让你觉得 好像欠我什么事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不是那种有心机的人 要不 我和你也成为不了朋友对吧 你真的这样想的 我一直都这样想啊 叫外卖的 进来 嗨 准备好了吗 我们可以走了 去干什么 我们不是约好去听相声吗 我来接你啊 你看我这机器 我都给忘了 哦 你们有事吧 那那那 去吧 赶快去吧 现在路上堵 反正这公司事也整差不多了 剩下我来处理就好了 我来处理就好了 走吧 要不然就真的迟到了 我 我 东西 那 我们走了 走吧 快快 走吧 快 快 走吧 回家人再见 好 好 好 那我们去看相声去了 好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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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看会儿 ỗ еще 再给我来 好 happened 祭 对 这二刀 ato 我把这一大早 income 你那怎么过来了 好消息第一个通知你 什么好消息啊 我们俩点证 真的啊 哎呀 太神速了 看对眼就结婚了呗 我可不喜欢嘟嘟啦啦的 这像你的风格 就是 哎呀这年头干什么都讲笑着 认定了就赶紧接 再一块不容 打算怎么办呢 一切从前 旅行结婚 逃 旅行结婚 去动物园走一趟 这算旅行结婚的是吧 这跟裸婚差不多吧 你看这个嘴还是这么厉害 我跟你说 只要你俩一心一意 面包什么都会有的 放心 我就同意你们这样 不讲排场多好啊 多实惠啊 对不对 听说了吧 哥是明白人 这做人得时尚 咱不长那些虚的 哥 那天你早点过来啊 放心 那天我一准去 对了 没什么准备 我临时的 来 哥一准 不是 我是给你送请柬了 不是拿红色杂杂来哄你了 是我知道 是 咱都是兄弟 咱不整这些没用的 我不用亲兄弟才要意思呢 你知道吧 哥哥 你就别给了 加了您结婚的时候 我们也不给 就是 我们也不给 不是 你也太直了吧 哈哈哈哈 不过哥 那什么 你也得抓紧呢 就是 有相争的赶紧追啊 我们都等着吃喜糖呢 哈哈 等吃我喜糖啊 哎呦 那可等着吧 我现在连边儿都没有呢 啊 不会吧 哎 那个丁心如 还没有把你拿下吗 这这这这 别半路杀出个陈老金 让小姨子抢了先 你看看 你看看这嘴 这这这这说 说什么呢 哥是那种人吗 什么小姨子大姐夫 哥 那我俩先回去了 好 没事的 到到那个西房 行行行 我那按北欧风情设计 好了 好好 那天早点到啊 哎 放心吧 我一准到啊 好啊 哎 再见再见 喝 麻烦麻烦 喝真是神速啊 哈哈哈哈 好 哥我走了啊 好啊再见 好啊 早点晚啊今天 好的好的 好 再见再见 呦 大红喜帖 是谁要结婚啊 那个大胖 大胖要结婚了 她那个媳妇你认识 就是那个 原来我们车队那个调动 王亚兰 她 就上次在医院里面 对 就那个 对 她不是喜欢你吗 怎么突然那会儿了呢 别瞎说 人家一直把我当老大哥看的 她跟大胖才是真正的一对 我是她俩哥似的 没错 这话我可不同意啊 喜欢上一个人 怎么可以轻易地换 要是我啊 喜欢上一个人 我绝不会轻易地放弃 那个 昨天你们走之后 我把那个材料都整理出来了 昨天相声好看 相声 你快点啊 别磨磨蹭蹭的 人家黄菠次答应重新再相处 可是人家放下架子了 你可不能失去这么个好机会 人家毕竟是海贵 海贵 七十五 对不起 莉莉 莉莉 姐夫 我真快疯了 你快来救救我吧 我快被我妈逼疯了 你给谁打电话呢 别说你大姐夫 天王老四来都没用 跟我去山庆 我 喂 我 家里出生了 没有 是莉莉 她妈又憋她相亲 她没办法 她问我有什么 办法没有 帮她想想 让你想办法 她去相亲 怎么老是拉着你啊 我看她是想 进水楼台 新德岳吧 你说什么呢 这是什么进水楼台 她 她上次是被那个相亲 那个对象逼得没办法 她才胡咧咧 那个 没事 你可千万不要误会啊 我又什么可误会的 我才没有那么小心眼呢 你还愣着干什么啊 还不赶快看看人家 有什么需要请你帮忙的 你还愣着干什么啊 还不赶快看看人家 有什么需要请你帮忙的 我不想去 你这样要不要再修修啊 哎呀不用修了 我看看 我告诉你说给你啊 你自己有数啊 脑子给我令令清啊 这次好好的 别在那个人家 人家劝他才肯来的 不然跟你没玩过 哎呀 小黄哈喽 哈喽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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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哎呀不好意思学过都忘了 不来呀 这孩子 小黄不好意思啊 上次啊 我女儿是跟你开玩笑的呀 记得 你不知道啊 她小时候差一天到 上海滑稽就才当演员呢 是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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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黄 那你们今天就重新开戏 重新开戏 重新开戏 重这么来 今天你要充长充分 充长 充长 知道了 好 好好的啊 那阿姨走了啊 再见 再见 那 我们就重新开始吧 碧人黄西 黄挂的黄 西挂的西 黄西 其实我跟你说的是我妈呀 飞 不不不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姐姐 不要再解释了 知道姐姐 阿姨跟我说了许多 也解释了许多 我觉得 我们再给你这次机会 也是应该的 当然了 上次我们吃过饭了 要不今天我们逛逛街 逛逛街 搞定 OK 没有 你看看 这件粉色的衣服多好看啊 哎 我告诉你啊 像这种粉色的 一般人是hold不住的 别以为博士就是土的代名词 其实我这个人很fashion的 很潮的 永远站在潮流的最前端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的搭配功力 粉配绿 怎么样 这个现在很潮很潮的 叫壮色 没见过吧 你看啊 上一次吃饭是我买的单 这一次买衣服吗 什么意思啊 你想让我跟你买衣服啊 你看啊 我又不是要占你的便宜了 再说上一次你白吃我一顿 还两个人 对 还有个男的 你忘了 我都不跟你计较了 我都无所谓了 再说了 要不是那个媒人一直打电话给我 要不是你妈妈一直跟我解释 像我这样的人你也是知道的 追求我的女孩子排着队呢 要给我买车给我买房的 当然了 莉莉 我觉得感情这个问题嘛 跟金钱是不能划等号的 哦 跟金钱不能划等号 你还让我给你买衣服啊 哎呦 你看看 这个衣服 它 它就是这小钱呀 我同意你给我买单 这个是说明会有诚意 有信心和你正常的交往下去 我真不需要你跟我长期交往下去 你是我 谁谁谁谁谁呀你 你还让我给你买衣服 你简直是莫名其妙嘛你 你你你你怎么就这么小气呢 这衣服又不贵 你看看 这衣服又不贵 你大帅是个老板 谁是老板你 我是黄蟹博士 你烦不烦哪 你看看你看看 这衣服 我穿上多图形 莉莉 莉莉 你是不是有什么麻烦 嗯 没 没 没什么 朋友逛过街 不会吧 你现在的品位挺复杂的 苏莉莉 苏莉莉 怎么又出来个男人啊 哎呦 看不出来哦 你身边男人倒是蛮多的嘛 哎 我警告你 说话悠着点 别不经大脑 不经大脑 我说话不经大脑 我也卖 我是黄博士啊 不经大脑 我每一句话都是智慧的结晶 不经大脑 苏莉莉这样的女人呢 我见多了 骗吃骗喝的 一到买单的时候去找个男人出来当挡箭牌 一辈子嫁不出去的老女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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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我不会打你的 但是我可要提醒你 别再乱说话了 这就是你的品位了 洪沛绿 赛蠢驴 你这也算一个男人吗 惦记着女人的钱 算本事吗 啊 博士 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个博士 知道丢人这两个字怎么写啊 滚 谢谢啊 莉莉 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请你喝点东西 没关系 不勉强了 我说过 我要尊重你的意愿的 好吧 很高兴今天能够帮上你的忙 再见 等等 行啊 去哪儿了 我记得附近有家 酒吧不错的 我们随便喝点吧 说好了今天我请的 不用 王洁峰 我请你 是因为你今天替我解决了一个麻烦 我不想欠你是吧 好消息啊 刚才银行主动打了电话 说在此之前 咱们公司那个贷款 现在已经批下来了 而且马上放贷 是吗 嗯 真是事太炎亮 在我落难的时候 谁都不帮我 等到翟伯伯 注资中天 起死回生之后 现在一个个 又都贴上来了 在商言商啊 一个公司做决策的时候 总是从自己利益出发的 现在换了你 你不也这样吗 千万别感情用事啊 你现在是公司的领头人 真的 别再生一场赌气 尤其是不能破坏自己的情绪 好 不过你会一直都帮我的 对吗 对 喂 心如啊 你怎么了 说病了 不行了 我感冒了 你去医院看过吗 我不想去医院 我最讨厌看病了 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呢 你得去医院看 这样 回头我给你煮一些姜糖水 还有白粥 哎呦 算了吧 你啊 盐和糖都分不清楚 还给我熬粥呢 你不害死我就行了 我才不会指望你 你说什么呢 后代我也是一个智商情商 都非常正常的成年人 你越是这样说 那我要证明给你看 你把你的胃留着 回头好好的装 我给你做的好吃的 你会煮粥 我不会啊 我不会啊 你不要啊 你可不得啊 我才是事